欢迎来到俊宝美食 这期视频做一道夏日小甜品 绿豆冰糕 有原味的和抹茶味的 清凉解暑 夏天必备哦 先准备200克脱皮绿豆 提前一晚上泡发 用带皮的普通绿豆也可以做 不过口感没有这么细腻 把泡好的绿豆洗干净 沥干水 用什么锅煮都无所谓 关键是要煮烂一点 加清水 刚好摸过绿豆就行 时间和煮米饭差不多 把煮到软烂的绿豆 放破壁机或者料理机 不用再另外加水 很轻松就能打成细腻的糊状 然后倒入不粘锅 加50克气味小一点的食用油 喜欢奶香味的可以用黄油 小火把水分慢慢炒干 炒到15分钟左右 已经成了半干状态了 这时候往锅里加70克麦芽糖 糖不能加得太早 因为炒的时间太长 绿豆沙可能会发红 然后加50克白糖 如果实在不想用麦芽糖 也可以全部用白糖 不过糖量得减少30克 因为白糖甜度比麦芽糖高 糖融化以后 绿豆沙又会变得比较稀了 还是保持小火 继续炒至变干 又用了15分钟 就成了现在这个状态 光滑细腻 不粘锅也不粘锅铲 就可以光火了 我们来称一下200克绿豆 能做出多少颗绿豆糕 比原来翻了差不多三倍 然后把绿豆糕放凉 再来压花 务必要密封起来 不然表面会被风干 放凉以后 可以直接用模具 压成你喜欢的形状和图案 如果想要做成其他口味的 这个时候可以往里面加点调味剂 我加了三克抹茶粉 揉均匀就成了抹茶味的绿豆糕 这时候会比较粘手 可以戴一次性手套或者手上抹点油 然后直接揪下来大概45克的小剂子 搓成团以后放模具里 按紧实 模具里不用抹油 非常好脱抹 一点也不会粘 做了一半抹茶味 另一半是原味的 什么也不用加 就这么简单 大家都学会了吗 放冰箱冷藏几个小时再吃 口感更好 香甜细腻 入口即化 喜欢可以收藏视频 有空你也试试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视频再见